我们的第一次棋席 隔壁老樊棋席黄霄云失败 第二次棋席是 白举刚向肖敬腾发动了棋席 白举刚棋席失败 那我们的棋席能否成功的希望 就危机在曾一鸣 那要看他下一场向谁发起棋席 究竟能否成功来决定这一切结果 我觉得这场的火销火药味肯定重 因为就我一个人 然后他们七个人到底最后是选择谁 我都敢就看是谁先刺激到我就退谁 上一场其实肖敬腾老师 米西亚老师跟花花老师 这三位老师是有刺激到我的神经的 你觉得他这一场最有可能会骑袭谁 最有可能骑袭米西亚 他上一期第一名 那他叫曾一鸣嘛 所以他会骑袭第一名 等一下你们这次有骑袭吗 有啊每一集都会有骑袭歌手 你知道有骑袭歌手的事情 我今天我知道还剩一位叫做曾一鸣 听说你有跟他合作过 交过手 很厉害 魔王式的 他是哪一种 他是那种四星烈肺形的 就是你不会唱的他都会唱 然后他声音是那种会裂到穿透云霄的那种 悲痛感很强 很有男子的歌喉气感 我是那种欲强则强 这个歌手他唱的时候是打动到我的 我就会推 因为我需要刺激 我就想用音乐说话硬碰硬就好了 我也希望那些人都不要怕 海天酱油金标声抽 歌手当打之年 夏节更精彩 海天酱油金标声抽 歌手当打之年 现在继续 最近练歌练得怎么样 还行嘛 没有怎么练歌 就是想放松 想放松 对 但我们都待在这不敢出门 对他没办法 尤其现在大家外出的时候也一定要记住 就是要戴口罩 哎 在各种交通工具上要特别注意 对对对 但是我们今天很幸运 因为今天我们刚好乘坐的是第二代传奇GS4 这个车是搭载了空气进化系统 你知道他有多厉害吗 他是达到了N95级防护的空调滤芯 再加上负粒子发生器 等于咱俩现在很安全的坐在一个N95级的座舱里边 这么贴心啊 是不是特别厉害 太贴心了 我们应该叫他第二代传奇GS4N95全方位防护健康座舱 一路随行 他自多我信他 哈哈哈哈 大家晚上好 这里是由炒菜香炒菜香炒菜就是香香香的海天酱油金标生抽独家冠名播出的歌手当打之年 那今晚呢我们的歌手依旧要在长沙北京上海台北东京这五座城市完成连线定演 而本轮最后一位奇GS歌手也即将出击 来来来吃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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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今天的菜特别好吃特别为你准备的 每一道菜里用的都是我们的海天酱油金标生抽炒菜香香香 上一回咱们三个奇GS歌手有两个都遗憾的没有能够奇GS成功 今天晚上吃了这顿美食咱们就出真一定要把这口气蒸回来 没问题 代线歌手能否稳住局面 奇GS唱将又能否一鸣惊人 结果掌握在此刻正在芒果TV线上听审团专属直播渠道的大众听审手中 竟然马上要开始了开始之前做最后一次测试 开始了开始了有点冲动 让我们拭目以待 5 4 2 1 2 1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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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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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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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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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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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2 3 2 2 4 2 3 2 2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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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与失败 直接决定了他们的命运 今天第一位出场的歌手 作为一个地道的香妹子 她一直是无所畏惧的 香妹子 踢呀 又第一个 飞飞飞 耶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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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只哨子第一个唱完就感觉 第一个唱完就真的好 加油 加油 Let's go 这次她要演唱的是 最最纯正的个人原创 一首融合了 pop soul funk jazz 等很多音乐元素的作品 哇 让我们有请袁亚维带来 Love Can Fly 我听过这个 今天这首歌 是很具有提亚 代表性的一个作品 没有太多高音 就是要靠内力 这种group是听上去很温柔 但实际上很厉害的group 就好像练轻功一样 肺炎走壁 你看上去好像很轻很轻 但实际上你需要很大的力量 我就觉得一定要严谨 所以我把我自己原本的乐手 也都是我的朋友 召唤到一起 重新为这个作品带来力量 我觉得在歌手的舞台上 算是我第一次贡献这样的演出 这种歌手的歌手的歌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只有爱 只有爱 只爱去的爱 嘿 嘿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只愿听你说爱我 在我心里慢慢只有你 我只愿为你存在 让我牵你的手 现在和未来 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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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空 天空在未来 天空在未来 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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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ce 看我游刃有余用 那本来就很强 哇 太厉害了 来来来来来 哇好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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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六年前写的 五六年前写的 自己写的词太厉害了这个歌 太享受了 嗯 因为我希望就是现在的观众应该能接受 好 太厉害了 好棒 我已经醉了 就是有点上头 现在沉醉在你美妙的歌声里 然后 太厉害 问题来了 你已经不是第一次第一个出场了 你觉得自己有没有 可能第一个就被齐席 可以啊 来吧 今天不是随缘了是不是 今天的态度是放马过来吧 就是都行都行 好 那我们来看看 今天Tia 有没有缘分和齐席歌手 在舞台上相遇呢 比赛还好 不错 不错 倒数 三 二 一 好的 没有齐席歌手 没有 没有 下一个就是我 好 那果然齐席歌手 我觉得他可能是 按兵不动 想要后面放大招啊 说对了 就是这样的 打不过 人家那么厉害 我怎么打得过 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一位歌手呢 别人啊 都是背水一战 他是背墙一战 深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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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 好 今天呢 他要演唱的 是他最最最最喜欢的 毛老师毛不易的作品 这首歌是毛毛为电影 《无问》 和写的一个观后感 让我们有请周深 带来《无问》 深深加油 加油 周深跟毛毛其实以前就合唱过歌 哦 我知道 是周迅演的那个吗 《如意传》里面的插曲 是不是 他们声线应该很大 对 嗯 其实我 我有跟周深同样的音色 哦真的啊 其实要选他的话 我会用同样的东西跟他一起 哦你可以唱女声 是不是 对我其实是可以的 海天酱油金标生抽 歌手当打之年 下节更精彩 海天酱油金标生抽 歌手当打之年 现在继续 这里是由炒菜香炒菜香炒菜就是香香香的海天酱油金标生抽独家冠名播出的歌手当打之年 感谢歌手当打之年官方指定坐驾第二代传奇GS4N95级防护健康坐舱 这首歌是我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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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的一首歌 这首歌里面几乎是每一句歌词都是一个提问 但是问了那么多问题之后 它取的名字叫做无问 对我自己的启发挺大的吧 这首歌 你可以继续带着问题 然后不要问出来 然后继续去你的人生冒险 你会发现很多惊喜 对 你问风 你问风 为什么拖着猴鸟飞翔 却又吹得让它慌张 你问雨 为什么滋养万物生长 却也是透她的衣裳 你问她 为什么亲吻她的伤疤 却又不能带她回家 你问我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 明知听不到回答 如果光 遗忘了要将前方照亮 你会握住我的手吗 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的地方 你会跟我一起走吗 一生太短 一瞬好长 我们哭着醒来 又哭着遗忘 幸好啊 幸好啊 你的手 曾落在我肩膀 就像空中漂浮的渺小的 某个阵途 她到底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 不肯停住 直到乌云散去 风雨落入 她会带你找到 光的来处 她会带你找到光的来处 就像手边落满了灰尘的 某一本书 她可曾淡薄 她可曾淡薄地承载了 谁的酸楚 尽管岁月无声 流向痴漠 她会让你想起 你的归途 LARALARALA LARALA LARALAN LARALAR大概 LARALcir 就像空中漂浮的渺小的某颗尘土 你到底为什么为什么不肯停住 直到乌云散去 风雨落幕 你会让我想起我的归途 你会让我想起我的归途 如果光已忘了要将前方照亮 你会握着我的手吗 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的地方 你会跟我一起走吗 谢谢 谢谢周深给我们带来一个如此思绪翻涌的美好的夜晚 表情帮又回来了 妈妈的声音一般的感觉 很優秀 谢谢 超棒 超好听 然后就好想练毛毛 对 对我也很想毛毛 周深超棒的 让人莫名感触的一首歌 可能是感动于你和毛毛老师 绝美的友情 绝美的友情 周深现在在直播间和刚刚唱歌的时候完全不一样 不仅是特别会活跃现场气氛的小周 而且是一个广告词接得也非常好的小周 不信你听 我说海天酱油金标生抽 炒菜香炒菜香 炒菜就是香香香 他家里真的有 颜值都给他接上了真不错 好棒 徒手带气氛 而且上一集有个特别好玩的就是 大家之前看到的我床上是没有 我们海天金标生抽酱油的那个枕头 但是我们节目组很忧心的给我批了一个抱枕在后面 所以现在暂时没有 但是后面大家看节目的时候 还是会有我们海天金标生抽酱油的抱枕在后面 可能不是一个抱枕 可能是蛮强 贴的穿花 我的头就用抱枕的挡住 对 一圈 好 再一次再一次 谢谢周深 谢谢 问题来了周深 你觉得自己会被棋袭吗 你从来没有被棋袭过 所以我觉得今天好像有点危险 有点预感 好 危险到底有没有降临 曾一鸣有没有 有没有 吓死我了 来你来你来你 来你来你来你 不可能了 对 他俩风格完全不一样 没法 但上一次曾一鸣说要棋袭的是难可说 是吗 有可能 吓死我了 现场灯光闪了一下 我以为棋袭了呢 没有啊 三 二 一 好 好 好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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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出来 啊 现在就 哈哈 哈哈 这个 这个 算了吧 哈哈哈哈 我就活动一下 因为坐着腰不熟 我发现曾一鸣今天就是来 其他七位歌手的 他们看不到我吧 啊 看不到我们吧 看不到现在看不到 你应该让他们看到吗 哎呀 好 你这么开心 为什么这么开心周深 他们他们又不停的在问我 关于曾一鸣的问题 你跟曾一鸣齐齐谁会赢啊 你跟曾一鸣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啊 你觉得你跟曾一鸣谁的攻击性更强 我就他我我就一直以为他 太坏了 谢谢大哥 大哥你好 大哥再见 哈哈哈哈 我我歌我歌曲准备的就 根本就不是针对他的 你是针对谁的 哼 哈 我告诉你 我看你歌曲是针对新的 我 我 我 对 他有表态 嗯 带不下去了 嗯 啥时候到我的那位 那接下来 我们要请出的这第三位敬言歌手 他呢用歌声诠释了 你可能不懂我的语言 但一定能共通我的情感 你戏 你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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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的冠军呢 干嘛你戏啊 走了走了走了 曾老师不许提醒我们 哈哈哈哈 虽然呢他和大家有这样一海之隔 但是他对于我们正在经历的事情 也非常的感同身受 那最近呢他还在日本发起了一个 Love for China的活动 号召日本的国民来为中国加油鼓劲 那今天他要演唱的歌曲 相信又会唤起大家的共鸣 它是刘若英后来的日文原版 啊 这次演绎 这位歌手还请来了原曲制作人连田老师 来进行现场指导 有请西亚带来向着未来 啊 但我在说不良的 都不是一样的 但他说不良的 他说不良的 太偉人是会 好老的 我希望自己能失去寂寞 努力让我看着梦想的重要性 所以我跟音乐 所以我教我的母亲的梦想的重要性 她每次地方都好漂亮 是的 很有感觉 很有感觉 每一次设计都好用心 作词曲 李宗盛 ほら 足元を見てごらん これがあなたのあなたのあなたの道 ほら 前を見てごらん ありがとう あなたの未来 母が来た たくさんの優しさ 愛を抱いて 癒って 嫁と繰り返した 阿難兔 我明天 はまだ 幼くて 意味など知らない 是我的手握 一緒に歩んできた 夢はいつも 空高く歩くなら 届かなくて 怖いね だけど 追い続けるの 自分のストーリー だからこそ 諦めたくない 不安になると 手を握り 一緒に歩んできた その優しさを 時には嫌がり 離れた 母へ素直になれず ほら 足跡を見てごらん これが あなたの歩む道 ほら 前を見てごらん ありがとう あなたの名前 ほら 前を見てごらん これが あなたの歩む道 ほら 前を見てごらん あれが あなたの歩む道 ほら 前を見てごらん これが あなたの歩む道 ほら 前を見てごらん ほら 前を見てごらん あれが あなたの未来 未来へ向かわって ゆっくりと歩いて行こう ほら 前を見てごらん ほら 前を見てごらん どう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谢谢米西亚 那么今天米西亚会不会被骑袭呢 反正音乐合伙人小哥哥说 没有人敢骑袭米西亚 我没说 我不说了 我们看看这一位骑袭歌手 会不会骑袭米西亚 三 不可能 二 一 好的 她还是没有退缸 她要骑袭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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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爱她了 绝对不能骑袭她 求你了 这是我多年的偶像 不会的 我也会跟你一样这样子 哈哈哈哈 哇 已经进行到第四位歌手了 骑袭歌手你等谁呢 我在等你 哈哈 等谁 我当然就等他们三个了 我感觉肖静腾现在在想一定是我 当然是等我了 哎 我也很紧张 那她她如果还在这她她应该会很生气吧 哈哈 你们要干什么 就是因为我在第二次说了谁敢打我吗 哈哈 那你目前被骑袭过吗 没有人敢骑袭 呃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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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窒息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把几张非常遗憾 窒息 失败 我我觉得 错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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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我帮你 对不起我说错了 对不起我说错了 对不起 下面这一位歌手 如果下一期 还是我代班她串奖的话 那么我的串奖资历有可能会超过她 哈哈哈哈 但是作为歌手的她 绝对是当仁不让的那一个 肖静腾来了 肖老师 肖老师 肖老师真的很棒 但我觉得肖老师你要谨慎 为什么 上一期白举刚有目共睹的 对 我觉得是发挥得极其好 肖老师很厉害 肖老师很厉害 加油 加油师兄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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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好像唱什么歌都可以 他应该没有驾驭不了的歌吧 没错 你说得对 所以下一期有想好要唱什么 纯净达到你听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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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隔地演的词吗 对 你好很爱唱这首歌 演唱会都会唱 这首歌在专辑里面 其实也没有特别的出彩 对于陌生人来讲 它可能就是一首新歌 可是我觉得这首歌的情感很浓 非常地深刻 很打动我的心 这一次又做了新的编曲嘛 也希望给大家不一样的神经打造的感觉 这辈子注定 你修炼不成 你修炼不成 修炼不成 修炼不成 那吹目盘坐的神 那你修炼不成 你修炼不成 我曾是一头扶上的手 曾经被一种温柔占旧 我来还给你我的爱 不痴如狂如不败 漫漫长夜那油光的素材 时光赞叹你的存在 穿过世界的灰烬 我的心已被你夜恋沉浸 我来给你看我的孤独 如山如海如切爱 曾如其来 无所依赖 不能张扬如透天籁 穿过世界的大海 我要来还给你 一分手续解冰 还是跨石 我曾是一头扶上的手 曾经被一种温柔占旧 我来还给你我的爱 我来还给你我的爱 只是若狂如不败 漫漫长夜那油光的素材 我来还给你我的爱 喜欢赞叹你的存在 穿过世界的天气 我的心已被你夜恋沉浸 我来给你看 我的独独 如山如海如尘埃 独如其来 无所依赖 不能张扬如透天籁 穿过世界的大海 我来还给你我的爱 我来还给你我的爱 我的爱 我来还给你我的爱 给你 曾经跳到 跳到爱 No No 春天的草莓 春天的草莓 曾经打造的爱 我要来还给你 曾经打造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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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曾经打造的爱 我带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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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雨森 这一集特别不一样的迷人 哇哦 特别像迪士尼的一个 一个剧的一个一种 那种王子啊 在表达的一种情感 怪不得酝酿这么久中间 而且听完这个歌 我真的觉得老肖就是 曾经打造我的金嗓子 好棒啊 看着 你帅 很帅哥 就是 感觉有一种私心裂肺的爱 老肖好棒 我开心 我骄傲 我的歌手是老肖 谢谢 你觉得今天自己会被栖息吗 一定会 为什么 我觉得她就是来找我的 谁给你透露的信息 你哪里来的预感怎么可能 太可怜了吧 又被激起了 说什么来什么 担心什么来什么 你看吧 我其实真的还蛮期待她 她的舞台是哪一种风格 这比较欲强则强 我我我胸口是热的 我的脑袋是 是白的 哇 好嘞 其实她现在已经达到了 在华语界是一个非常 比较重要的一个流行歌手的位置 你想像她一样成为一个华语乐坛 蛮重要的歌手 是这个原因吗 我希望我能够能够做到 我在唱功上面 我是觉得我不会惧怕任何歌手的 所以我决定 已经决定好了 我要选择跟她切磋一下 可以的 加油 曾一鸣 欲强则强 加油 让我平复一下心情 来介绍一下这位歌手啊 这位歌手 对这个舞台 渴望已久 她曾经连续五年 出现在观众预测的首发名单当中 而直到去年 她才以表演嘉宾的身份 站上这个舞台 她为我们带来的 是一首 动地火车的第一滴类 让我们有请 奇袭歌手 曾一鸣 哇 这个衣服 有点厉害啊 这首歌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作品 我相信这首歌唱完之后 会唤起很多人的回忆 好多人说 你唱老歌干什么呢 你要跟着潮流 我为什么要跟着潮流 我老歌可以新唱啊 而且难度她 情绪很浓 所以这首歌它是一个 一株 我带着一个使命 把那些 曾经被人遗忘的经典歌 我要把它挖出来 挖出来之后 我要告诉现在所有人 这才是经典 这才是好听的歌 的歌 主持人 要简直奇怪 终于被你推到心碎的边缘 我看见你的眼说再见 从未得到一句爱我的誓言 却送上我爱你一万年 早已习惯被你傀儡的缠绵 你要我怎么做我都无言 如果分手能引起为我一个吻 再毁掉我之前 为你流下滴滴泪 那热泪躺上我的脸 再也无言面对明天 一想你就到誓言 为你流下滴滴泪 我爱上痛苦的滋味 当你吻我颤抖的嘴 我的心忽然被撕裂 终于被你推到心碎的边缘 我看见你的眼说再见 我看见你的眼说再见 从未得到一句爱我的誓言 却送上我爱你一万年 早已习惯被你傀儡的缠绵 你要我怎么做我都无言 如果分手能引起为我一个吻 再毁掉我之前 为你流下滴滴泪 那热泪躺上我的脸 再也无言 再也无言面对明天 一想你就到誓言 为你流下滴滴泪 我爱上痛苦的滋味 当你吻我颤抖的嘴 我的心 忽然被撕裂 我爱上我 Zither Harp 为你流下的一滴泪 那热泪淌上我的脸 在夜无夜面对明天 一想一旧到十月 为你流下的一滴泪 我爱上痛苦的滋味 当你问我缠斗的嘴 我的心 忽然被撕裂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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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微休息一下 我们结果马上就会公布 那两位歌手 谁的表演 更能击中你的心呢 现在投票通道已经开启 三 二 一 开始投票 我们的投票过程 以及结果统计 会在长沙市湘江公正处 公正人员刘丽萍和杨婷婷的 监督下进行 那是好精彩 老肖连续两场竞演被齐袭 我觉得接下来 会不会每一个齐袭歌手都齐袭我 变成一种兴趣 你感觉呢 我感觉 我感觉完全释放了 直直了太好了 把它留在舞台上 现在就等结果 我刚哭了 我看到了 有 是我就有蛮爽的 我好久没有这样 我七年了 我没有这样的感觉 嗯 太爽了 我终于站在这个台上 把这个歌给唱唱完了 我就特别特别爽 我特别理解 特别 其实我就我在这个上面是抖的 整个人是抖的 看得出来 能感觉到你多想在这个舞台上唱歌 但是我肯定是想我感觉到 我我我我肯定想我想唱很多 我尽自己所有所有的权利了 稳定一下 这是我见过在歌势舞台上下来之后最难以平静的一个人 我发抖 哈哈哈 因为你上上这个舞台 你想了无数次 我一直在幻想 我站在这舞台上面 然后当我唱歌的时候的那个画面 太想了无数次 我做梦无 我做梦的时候都在想 我就哇 睁开眼睛的时候 我说哇 原来是一场梦 没想到成真了 我觉得我觉得我挺励志的 今年我我上来了 够了 真的蛮爽的 他们没看到我这么丢人吧 你们没有看到吧 都在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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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点了 好了 等成绩吧 咱们 好 洪老师来了 好 洪老师出现了 好 我们本轮纪演的最后一次 棋席 曾一鸣选择 棋席的对象是肖敬腾 肖敬腾也有预感自己会被棋席 而曾一鸣 有被二来对吗 有 可爱 如果 获胜的是肖敬腾 那我们本轮 所有棋席全部失败 那我们在线的七位歌手 全部安全 可以继续唱到下一轮 获胜的是 让我们把悬念留久一点 留久一点 啊 啊 啊 在揭晓时刻为大家揭晓 每次都要玩一次 然后每次都还是会被洪老师玩 我又死了 这叫不行了 我揣气都揣不过了 你知道 不心 接下来要上场的是第五位静演歌手 他自己说呢 他已经三个月没有剪头发了 花花 我再一看 他多年的好兄弟佐力 这一次也来了 这是又给他剪头发吗 这位歌手演唱的歌曲 将全程不插电 只有一把吉他完成 让我们有请歌手华晨宇 带来荒野魂斗罗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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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待期待期待 加油 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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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花 怎么样 重点好吗 必须好 帮你伴奏 我们会找到最好的 好 那太好了 我如果要玩不插电的话 我的第一反应 一定是想到做力 对 虽然他不谈很多很炫技的东西 但是他的音色是控制的最好 他是我连着三年我演唱会的 唯一嘉宾 我们会经常见面 然后玩音乐 所以最重要的还是因为 他是真的技术很厉害 其实每次我也没有帮他 特别多的忙 因为他已经有很多的想法 就 包括和声啊 就甚至连和弦 这个音要不要 那个音要不要 他都会帮你说的很清楚 基本上我过来就只是 帮他弹而已 就是把小调变成大调来结束 因为他这样会比较 阳光一点 我其实最大的改编应该是 去掉了所有 复杂的电声乐器 然后 设计了一个吹口哨的环节 应该算是把这首歌做到了极简 我好难过 我好难过 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 我突然就很难过 那歇会儿 先不谈 要休息就休息一会儿 我就突然很想念 我们以前的美好时光 我们现在也很美好 我们现在 没有喝的 我下楼给你拿 不就行了吗 哎呦我的天呐 哈哈哈哈 喝啥 我想喝个白水 在我眼里 他永远都是 我们当时比赛的时候 那个怪咖小孩 然后有一些小臭屁 有一点中二 我在我熟悉的朋友面前 我是一个 很依赖对方的人 即使我也都三十岁 但是 我仍然会依赖我的好兄弟们 这天气有点老 如果我有一个有钱的朋友的话 他应该会送我 我也好像有这样一个朋友啊 哎没那个福气啊 如果我有一个朋友 他来我家 他看到我家这么空 他就跟我说 哎你家连个沙发都没有 我给你买个沙发吧 你家空是因为你家太大了 我家根本就不大 那么小一点 咱们俩换个房子住 真的是 讨厌你 那你作为同一批出来的人 你看到花 获得更多认可 你会觉得 你们的有没有还在变化吗 嗯 倒真的没有 我说真的没有 有时候会说 也有人会说过 哎花花发展那么好 你看你 你现在怎么怎么样 我当时我也在想 因为我唱歌就是没有他厉害 他就是最光芒万丈的那个 他就是 必须得卓越的那个人 所以我觉得 任何的机会 任何的成就 放到他身上 都是值得的 如果说我们这一届 感情特别好的话 我觉得更多的原因 也在于花花 他在努力地维护 我们这一届的感情吧 对 对 有时候会约大家一起 比如说他结婚的时候 我希望我们这一届宽男 都能够去给他当伴朗 然后他会有点担心 其他人会不会都急不起 然后我就说那我 我打电话去给他们每个人 对 当然大家也都是冲着阻力来的 因为大家确实都把阻力当好兄弟 在他心里 我觉得应该我们还是比较重要的人 其实同一届的困难兄弟们 大家都是从一个很青涩的少年 从素人一起成长 一起进入到一个行业里面 做着相同的工作 我觉得它是一个很珍贵的过程 所以我的这帮兄弟他们对我而言 就是在这个行业最亲近的人 既然是完布插电 我还是希望能够跟我 最默契的人来合作 这样的话 我觉得这个作品会很极致 对 戴墨镜其实是我这个表演里面的一个需要 因为这一期改的歌就是魂斗罗 所以说我们两个就很像两个战士一样 所以就要在那个战士酷酷的上面 摇摇有点傻傻的感觉 所以要挑了个傻傻的眼睛 我之前就看过他们合作弹 是吗 一个吉他就能够撑起整个乐队的感觉 OK吗 OK 那我们开始吧 她就说我们的秘密 现在是一个软件 给她 词 颜色 我们的秘密 没问题 我们的秘密 都会 我们可以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一幕亮了起来 看雨时坠落我 闯入未知的群岛 神秘一次远 决心一过力量后 预言现在开始 应验了感受 重上血液 我不会回头 危险降临 加速前进 拖下皮革外套 我牵到 暗藏即观察 好 不缓缓的视角 心悄悄 深入秘密 车包 让我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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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强化开始 比不随一头 让我冲击 让我冲击 我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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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眼睛 我就见着 拆着那冲击 欲发强烈 羞猛如困兽 危险降临 我不姓名 拖下皮革外套 我牵到 暗藏即观察 好 我外外的视角 紧悄悄 深入秘密 车包 Let me do the fight Oh let me do the fight Oh let me do the fight 我枪法开始 比不随一种 Oh let me do the fight Oh let me do the fight 我勇者无际 你以我为了 W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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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险降临 我不姓名 我只拥有一个代号 他或许可笑 不懂游戏的技巧 学不会加上 找不出头好样貌 但那能执手之中 我坚持战斗 不畏惧 Let me do the fight Oh let me do the fight Oh let me do the fight 我将跑开始比我随意中 Oh let me do the fight Oh let me do the fight 我用这无情地与我为了 你也我为了 你也我为了 Oh let me do the fight 哇 酷酷酷酷酷酷 帅 超赞 好可爱 看起来他唱得很轻松 跟他以往的那个表演很不一样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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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帅啊 你有没有跟灵魂女生合作过吗 还没有没有 皮家已经在伸出表约了 我的荣幸 左大爷给你伴奏的钱啊 你一定要记得给他结好不好 这一次这个混豆罗是2.0版本吗 都说手心手背都是肉 那么请问花花 你自己更喜欢1.0还是2.0 这个难到我了 我想那我请问那你是喜欢今天赢的人是老肖呢 还是宗一鸣呢 很聪明的好吗 下面一位要出场的歌手呢 因为第一期呢 在和毛毛毛不易的对决当中赢得了胜利 所以他成为今年新赛制下 第一位撼动在线阵营的习习歌手 一手汗 对 加油 太可爱了 所以还被观众调侃为 本季第一个迷人的反派角色 今天他要带来的 是他认为最能够介绍自己的作品 请欣赏黄霄云的《打开》 加油加油 打开 黄霄云齐齐毛不易齐齐获胜 恭喜你进入到我们歌手下一轮的敬演 隔壁老凡齐齐黄霄云齐失败 天哪 我又看网上说我的功力性太强 技巧太多了 只会炫技 人品太差 不尊重前辈 我太想赢 我来歌手之前没有想过 大家会这么的不喜欢 想让我走 你会怎么去评价自己前面的演唱 我总不会对我自己的作品会满意 我自己心里面知道 我只想 心里有个数 对 只想进步 后面带给大家的音乐会是怎样的音乐 我好想在台上唱《打开》 我的《打开》讲的是我从高中到现在的一个心路的历程 高中的时候生活会比较困难 有受到过排挤 然后求学的路比较困难 就是学费不够 我在那个时候压力很大 有一次我在琴房的时候就弹琴 弹到这个和弦 然后就哼出来突然有灵感 感觉自己要写歌了 这是我的第一首原创歌曲 我想通过我这首歌 让大家不管遇到什么痛苦 挫折都要往前看往前走 打开心扉的感觉 接着我来到这首歌 你就像一样 这首歌 看着他在看着 ом 这首歌 战比大艺 这首歌 知道 你 粉 联赏 愿 一下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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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觉得非常好 对 很棒 谢谢 很舒服的一场 那接下来就是今晚最后一位静演歌手了 有些歌手平时田静乖巧 但只要细饮一饭 身旁坐八个肖静腾杜比环绕都拉不住他 说的就是这位歌手 然后我今晚看到他的选歌的时候 我的反应就是 认真的吗 真的吗 什么歌啊 加油 好 加油 让我们有请徐佳莹带来 我还年轻 我还年轻 加油 这次我要自己要有野心 放一点放一点 放轻松 好好玩 享受 好 加油 这首歌是我从要参加的一开始 我就放在歌单里的歌 这首歌可以感受到广大 还有那种很无所谓的感觉 很原始的青春的气息 在这首歌里面展露无遗 自己在家唱的时候我都觉得自己真的好像变年轻了 有时候虽然觉得年轻的时候应该要上进应该要努力 但是当我们感到疲乏的时候还是会有偷偷的想要放弃想要让自己算了吧的那种心情 这首歌就是介于有活力但是又无能为力之间反而带有一点点的黑色幽默 我觉得反而是如果我今天二十几岁或十几岁的话我可能没有办法像现在这样子唱得这么放 因为我现在是还有一点点三十几岁的争扎在里面 就算我上一期是最后一名 我这次有可能是最后一次上这个舞台了 我都会觉得好险我有唱到这首歌 我都会觉得好险的歌 在这个世界里 寻找着你的梦想 你问我梦想在哪里 我还年轻 我还年轻 他们都说 我们把理想都忘在 在那情况的日子里 我不哭泣 我不逃避 给我一瓶酒 再给我一只鸭 说走就走 我有的是时间 我不想在未来的日子里 独自口罩 无法往前 给我一瓶酒 再给我一只鸭 说走就走 我有的是时间 我不想在未来的日子里 独自哭着 无法往前 在这个世界里 寻找着你的未来 你问我未来在哪里 我还年轻 我爱年轻 他们都说 我们把理想都忘在 在那情况 都如意 我不哭泣 我不逃避 给我一瓶酒 再给我一只鸭 说走就走 我有的是时间 我不想在未来的日子里 独自哭着 无法往前 给我一瓶酒 再给我一只鸭 说走就走 我有的是时间 我不想在未来的日子里 独自哭着 无法往前 我在青春的边缘挣扎 我在自由的尽头凝望 我在红红的草原上流浪 寻找着 我在青春的边缘挣扎 我在自由的尽头凝望 我在荒芜的草原上流浪 寻找着 独自哭着 voy a voy a passado 鬼 him 你给我一瓶酒再给我一支点 说走就走我有的是时间 我不想在未来的日子里 独自哭着无法往前 给我一瓶酒再给我一支点 说走就走我有的是时间 我不想走未来的日子里 独自哭着无法往前 你给我一瓶酒再给我一支点 说走就走我有的是时间 我不想在未来的日子里 独自哭着无法往前 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拉拉 在学里听着就像让人摇摆 我唱得很舒爽 刚刚有确实的把头发甩起来 然后就是 但是不知道大家看起来是什么感觉 自己还蛮享受在其中的 好酷哦 今天摇滚拉拉 是不是 很不一样 好放哦 可以吗 摇滚大师 很强 是是 而且很摇 很摇哦 对全是 而且刘苏超加分 对 而且要一桩 很狂很狂 很想跳但又不敢 有哦 有跳起来 有啊 我觉得刚刚好 我觉得超好 我觉得超好 哎呀 拉拉你今天自己做了这样一个非常大胆的尝试 有什么要跟大家分享的吗 我也自己也很希望借由这样子的曲风 让自己可以发泄一下 这应该是我 也很少 唱过真的很摇滚的歌 然后我自己在唱的时候觉得很爽 就觉得不要管发型了 然后也不要管姿态了 而是整个投入在这个歌曲中 觉得很开心 好 那最后还是要再一次谢谢所有歌手带来的精彩的表演 歌手不会停止歌唱 也希望所有观众能和我们一起歌唱着等春来 那今天我们的结果究竟会是怎样 一起生命一代吧 这里是由炒菜香炒菜香 炒菜就是香香香的海天酱油金标生抽 独家冠名播出的歌手当打之年 网上看歌手当打之年就在芒果TV 腾讯视频爱奇艺和优酷 海外用户也可以通过芒果TV国际版的APP 芒果TV来进行同家网络收看 登陆芒果TVAPP 参与大众庭审团报名 就有机会来到现场为歌手投票 歌手活动专区更多惊喜福利等着你 节目云露制由芒果TV全程提供技术支持 500位大众听审由芒果TV作为唯一招募品牌在线报名产生 感谢电广传媒携湖南有限硬客直播 提供大众听审互动技术支持 节目歌曲将同步上线8亿用户都在听的网易云音乐 成为芒果TV会员或下载网易云音乐 遵享歌手当打之年 无损全景声 这里是由海天酱油金标生抽 独家冠名播出的歌手当打之年 今天是我们第二轮的第二场进演 各位的表现都非常精彩 我们为大家的精彩表现鼓掌 好 那么本场如果曾一鸣其袭失败 那我们在线的七位歌手全部安全 如果其袭获胜 那么我们在线的七位歌手当中 2场相加排在最末的将会离开 好 肖今天你是第二次被棋息了 嗯 如果说这一次继续获胜的话 那么在下一轮将不可以有人选择你棋息 哇 这应该是开心的事情 好 那么到底谁获胜呢 曾一鸣你觉得谁会获胜 我觉得 其实我刚刚没什么信息了 我觉得我会输 但是因为一鸣也唱得很好 而且他是很认真很努力的音乐人 所以一鸣的胜率我觉得是不会低的 好 那么我们当时收到的有效票数是489票 获胜的是308票 到底谁获得了308票 我们暂时先不揭晓 什么 什么 洪老师 好 那我们先从第五名揭晓好不好 好累 我们揭晓的第五名 看了这个名字 我想它应该是一个安全的名次 因为它在上一期不在五六七当中 上一期的前四是 米西亚 周深花花 徐家勇 那么本场进演的第五名是 他就是 把一首 我们熟悉的歌 带给他原本 意义的一种演唱 他就是 米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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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蛮意外的 我还蛮意外的 好 接下来为大家揭晓 本场进演的第四名 本场进演的第四名 这位歌手 他是上一期的后三名 那么在老肖 黄肖云 提亚当中 谁有可能是本场的第四呢 都静音了吗 哈哈哈 紧张啊 大家 哈哈哈 全部好紧张 今天 男的 明那下边难 哈哈哈 那么 本场的第四名是 第四名是 约亚维 安全 安全 那我们也揭晓一下 提亚在上一场 他的名次是 第五名 好 恭喜提亚 恭喜 那么接下来为大家揭晓 本场进演的第二名 我想问一下老肖为什么我们会在这时候选择跳过一个名次揭晓第二名呢 我怎么会知道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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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曾一鸣你觉得为什么 我有点乱了我这数的数字这个不敏感 哈哈我现在就不知道 那我考一下你刚才我宣布了第几名 第第第 三名 是吗 所以你今天只需要一个结果 到底他他其实成功没有 刚才我已经揭晓两个名次是第几名 哈哈哈哈 快弄乱了 起床了 起床了 弄乱了 真的我就 那一名怎么突然变那么可爱 好 那么接下来为大家揭晓 本场进演的第二名 本场进演的第二名 他真的是像他所说的 他唱完了就可以去睡了 周深 啊 谢谢 刚刚看后场的时候 真在深深你是躺在床上啊 这是深深吧 对 对睡真真是如他所愿唱完就去睡了 哈哈哈哈 不高兴 谢谢 谢谢 哈哈哈 我录制完立马就可以躺着睡觉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谢谢谢谢谢谢 好 接下来我们要揭晓本场进演的第一名 我 老夏拉拉你们猜估计会是谁 对 我觉得 花花吧 我也觉得是花花 我觉得花花吧 嗯 因为她今天我觉得 我看了一个不一样的她 那拉拉也很突破 其实 也是 今天拉拉是摇滚拉 我觉得是拉拉 我觉得完全就是眼前一亮 好 大家都把目光锁在的拉拉和花花 本场进演的第一名 确实是在两位当中 一位选择了一种极简的方式 但是带来了一种极其强大的震撼的力量 而另外一位选择了颠覆自我的方式 为这首好听的歌曲 赋予了心声 那么 本场进演的第一名是 河水 岁山 本场进演的第一名 我们要举着我们的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 来干杯的名字 他就是 润了喉咙 想亮的喊出他的名字 本场进演的第一名是 来天酱油金标生抽 歌手当打之年 现在继续 本场进演的第一名是 徐佳莹 好棒 今天超棒 真的 好强 特别棒 好强 好强 哇 开始 拉拉以后 以后就 你来保护我了 关心 关心 谢谢 谢谢 那么我们的 花辰与花花呢 是本场进演的第三名 罗拉拉 第二轮 由第四名 到了第一名 有想过吗 我完全没有想过 会在这首歌拿到第一名 那是不是代表 我以后可以尝试往这条路 恭喜恭喜 好棒 好 谢谢 好了 现在本场进演的 前五名都为大家揭晓了 上一场 第六名是 肖敬腾 第七名 黄笑云 那么两场相加 排在最末的歌手 就会在两位当中产生 那么本场进演的 第六名是 本场进演的第六名是 肖敬腾 肖敬腾 肖敬腾安全 那么两场相加排在最末的 是黄笑云 本场进演 黄笑云是否离开 要决定于 曾一鸣骑 肖敬腾 肖敬腾的结果 是成功 还是失败 那么现在 我们就为大家揭晓 第三次 棋席的战绩 这个决定 黄笑云和曾一鸣 去留的结果 获得308票的 获胜者是 这次 是 小敬腾 非常遗憾 曾一鸣 棋棋 失败 他手上全是汗了 谢谢一鸣 在这个舞台上表现了他 对音乐的永不放弃的 这样的一个份追求 加油 就是我想跟大家说 就是我其实 一直相望这个舞台 相望了七年了 因为我这七年间 其实是没有舞台 给我机会的 在这儿我是真的 非常感恩歌手 当然我更想留下来 我想多唱一些歌 我想觉得我们80后 这一帮 其实都很能唱 但是其实 都很缺少机会 曾经有个特别好的朋友 跟我讲 他说 我们这批人 是不是会被人遗忘 其实这句话 一直伤到我到现在 所以 我其实就是很满足的 我也非常的 尊敬大家 其实你们唱歌 我都特别喜欢 我并不是杀手 就是你们不要觉得 好像我是要对 因为可能我有时候 不是特别 会表达自己 我希望能够跟你们做好朋友 多交流一下音乐 谢谢 谢谢 宁明希望还有机会可以跟你一起唱歌 谢谢 谢谢 我是有一股冲动 就是突然很想跟他说对不起 之前确实会有一点点敌意 但是听到他说那么多真心话 然后站在他的角度来想 其实真的还蛮辛苦 我今天听完曾一鸣说这些话之后 我就一直在思考就是 如果我是一个学生 有一个音乐梦想 想要考一个音乐学院的人 如果有一天我打开电视 我看到曾一鸣 正好在说这样一段话的时候 而恰巧又是我听完他演唱之后 他说他没有舞台这七年来 我可能就会去思考 我还要不要学音乐 就是一个很优秀的人却没有舞台 我就觉得还挺可惜 真的应该要学你 真的赶快学你 你就会认这个命 嗯 很难是吗 怕他 七年的一个句号 我毕业了 就从今天开始 从这一刻 结束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